延續上面,討論多項式二次不等式判別式大於0的狀況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是,那如果今天這個判別式它剛好等於0 那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出現? 我們在看到這樣的圖形的時候,判別式如果b²-4ac會等於0 運算上我們就知道它會得到一個重根的狀況 一樣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如果a大於0 第二個如果a小於0 我們都會發現這樣的開口向上向下 這兩個圖形都跟x軸只會有一個的焦點 那我們再看第一個 也就是說不管我的x是多少 它只要是在時數系裡面,我們就會發現 圖形永遠都是開口向上,都是在x軸的上方 也就是說f一定都會大於等於0 而它等號則會成立在於x等於x1的時候 相同的第二個圖形,因為它開口向下 所以我們對於所有的時數,我們都會發現一個狀況 圖形它都會在x軸的下方 也就是說f會小於等於0 也就是說f會小於等於0 一樣等號會成立於x等於x2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還是看立體 這邊舉了兩個例子 我們同樣的會有兩個部分代數解跟幾何解來看 第一題 今天的題目如果是負x平方加6x減9小於0 因為x平方前面是負號,所以我們把整個式子先同稱以負號 變成x平方減6x加9,這時候就要變成大於0 那我們將這一個式子做因式分解之後 發現它可以分解成x減3整個的平方 那它會大於0 也就是說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的平方數 那既然是完全平方數,它就一定整個值都為正值 所以我今天不管x給任何的數 它都會成立 所以x只要屬於時數 它都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題目條件 但是,以這一題來說,它並沒有等號 所以x在3的那一點不成立 因為當x等於3的時候代進去 原來的這個式子會等於0,就不符合提議 第二個,在幾何解的部分 因為它的判別是b平方減4ac 代進去之後發現它等於0 而且,我們的領導係數a是等於-1小於0 也就是說它在圖形上面是開口向下的圖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幾何圖 也就是說 對於所有的x如果屬於時數的話 我們把它帶進去 看到這個圖形它的y等於f of x 等於整個的式子它會小於或等於0 那也就是說這裡等號會成立在x等於3的那一點 所以如果依據題目,我們的x可以是任何的時數 可是同樣的它不能夠等於3 這一題它最重要的就是x絕對不能夠等於3 因為原式並沒有等號 接下來的第二題 同樣在代數解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原來的題目 9x平方加12x加4小於等於0 我們在做音式分解之後 發現它可以寫成3x加2整個的平方小於等於0 但是我們在完全平方數的這樣狀況之下 它必須要大於0,它不可能會小於0 所以原來的題目,我們就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 9x平方加12x加4小於0 第二個 9x平方加12x加4等於0 那上方已經講過,它是一個完全平方數一定會大於0 所以在小於0的這個狀況之下 它就不會有時數解 那在等於0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剛剛的整理結果完全平方數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x等於負的3分之2 所以以這一題來說 我們的解答應該是x等於負3分之2這個解 在幾何解答的方面 因為我們看到判別是 b平方減4ac代進去會等於0 而且領導係數等於9大於0 開口會向上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所以說 y等於f等於9x平方加12x加4 會整個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 如果y小於0 則我們的x就不會有時數解 並且等號會成立 在x等於負3分之2的這個地方 那這就是本題的解答 我們可以在當中 physical 打至4分之2 改成幣 感谢观看